2019年10月28日 下午1點鐘 和我一段節目KTV3分鐘 今天3分鐘就開始了 上半週收市之前都已經差不多升了3個水 接近2萬7千票 你問我2萬7千票 這次看來過上的機會很大 但是下午來講 我相信可能有機會再做高一點 接著就扯上去 原因都是沒有的 又來講一句老新常談 講什麼news也沒有用 最緊要車也有 上個星期整個星期的淨資金流入平均5個交易都上升 5個交易都上升 平均大概是20個fillion左右 兩個fillion左右 挺不錯的 資金流入 今天也有很多現況 當然是3點多個資 大市仍然我相信都是超越著 再上市高一點的機會會大一點了 主要除了你說資金到之外 另外你考慮另一件事就是 VRS 即是恐慌指數 現在跌了下來 即是在乘客位13號位穿了 如果你看到恐慌指數 就應該向下會再跌低一點 跌破一個重要的阻力 所以我估計那個恐慌指數 大動道市 和港股會再升高一點 港股呢 銀子升穿27,000跌破相對的機會都是非常之大的了 27,000和27,700兩個水位 大家可以不妨留意一下 即是買上去的機會 又不會跌下來的機會 我就覺得高了很多了 好了 過股方面上個禮拜建議買了金 銀子升穿100 銀子升穿100 銀子升穿少少少 另外一隻就是中國肉食 有點失望 跌穿了星期五個day load 即是撤到我的指示位 來看一看 Apkw 購買了的 跌了指示位 有機會走了 如果你未走的話 多坐一會 因為未收市 希望可以後來增加高一點 至於以銀子方面 銀子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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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有一位放一個禮拜 不建議的那個位 再來一件新補 這是我持有的 另外一隻 在六次的星期四都有節目 你回看過來我們有介紹過的 就是小米 今天升了超過2% 也是那個策略 小米可以將市賺款放高一點 買了等它們再飄高一點 去到9.5% 樓層是更高的位置 食股是自己正常專業 但我覺得它應該是可以 10元前兩天就有9.5% 不要太擔心 9.5% 9.7%左右 因為這麼大型的東西 就未必好像火箭不快 所以66號這個港鐵 順道45元 就買一頓菜 今天希望大家順便可以買一頓菜 今天就追蹤那個市場 反過來講大市場 未必是講那個過股 過股來說 今天很辛苦提供的 好了 記住鹽手指示 好 今天就這麼多